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我是沈維彤 請問一開始帶您關心股市 聯準會主席鮑爾在聽證會上重申 一定會將大漲的通膨降溫 而美國科技股二十三號回升 三大指數連昧收高 道琼指數就小漲將近兩百點 而臺股受到美股激勵早盤開高 不過投資人追價意願顯然不高 賣押出籠之下 聯發科持續貼席走勢 而高價電子股還有航運股 是表現平平 只有水泥 塑膠 造紙等傳產類股 延續多頭力道 而家群指數中場是小漲一百二十六點八八點 收在一萬五千三百零三點三二點 六月份投信作帳行情雖然升溫 不過國際情勢不佳 對臺股表現也帶來壓力 好 首先帶您關心 近來氣溫飆高 夏季用電量大增 經濟部電價費率審議會 即將在下個星期 也就是二十七號召開 有消息傳出 電價平均調漲可能會達到百分之五 而工業大戶也調高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另外用電一千五百度以上的小商家 還有一千度以上的民生用電戶 電價也可能調漲 不過可能會扣除電影院 百貨公司 賣場等用戶 好彌補疫情衝擊損失 而對此行政院長蘇貞昌 今天也作出回應 因為戰爭 因為疫情 因為天然氣 油 煤炭都大大的漲價 所以使得發電成本增加 因此整個國際上 各國都在很大幅度的漲電價 不過我們的電價是不是要調漲 要怎麼調漲 都有一個專業的審議委員會來審議 我們都尊重 政府都會從各種方面來考量 整個公司營運成本 民生生活必需 以及產業發展成本 種種方面做最妥適的考量 週三 週四 連續兩天用電量突破新高 週四的尖峰負載 出現在下午的一點四十分 達到三千九百九十四萬千瓦 而備轉容量率燈號轉為供電吃緊的黃燈 更在下午四五點 一度亮起供電警戒的橘燈 好 電價即將上漲 但要漲多少有不同的意見 台經院院長張建一今天表示 他支持調漲電價 但不應該一次漲足 他認為工業大戶比較耐得住漲價 而中小企業還有內需產業呢 則建議政府先行動漲 下週一 臺灣電價審議委員會即將召開 全球通膨壓力有增無減 外傳國內考量台電中油營運成本 已經不得不漲價 台經院公布景氣動向 學者特別示警 電價上揚 千萬不能一次漲足 不過在財務壓力考量下 我是支持電價上漲 但是我是不支持全面性 而且一次調阻 賣得住電價的 像用電大戶這個部分先漲 那民生的 民生用電 那中小型內需的 那個先不要漲 等後續再來看 那我是建議這些用電大戶 基本上你們現在都是 變成國際知名的大企業 那不要動不動就講說漲了 然後就要出走 張建一表示 一到五月出口表現好 製造業工業大戶 比較具備漲價條件 而內需產業應該再緩緩 他也坦言 電價上漲 當然會影響到內需動能 但如果只漲到工業大戶 對物價影響有限 他經緣五月營業氣候測驗點數據 來看 經緣代工跟封測需求 依舊暢旺 但消費性電子產品需求下滑 服務業因為疫情共存成為常態 有所好轉 而營建業後續可能受到升級影響 壓抑未來表現 未來半年很多製造業者 確實有點悲觀 不過因為這個 因為他們也是看國際的經濟情勢 他們對未來有預期 下半年反而是在內需那個部分 可能有機會比較好 如果物價能夠控制在一個程度的話 基本上對於需求的壓抑 就不會那麼大 那反倒是製造業因為積極太高 近期OECD調降今年全球經濟成長預估 世界銀行更緊高 全球面臨停滯性通膨的風險增加 臺灣下半年面對國際通膨 美國聯準會加快升級腳步 惡物戰爭等問題 變數依舊不少 新台電視值 建立沈為彤 臺灣台北報導 好 臺電今天召開 股東會公佈累積 累積虧損是多達800多億 代理董事長曾文生就坦言 面對國際燃料價格震盪 其他國家都在調整電費 也希望臺電財務可以永續發展 下週就要召開電價費率審議會 電價會怎麼漲 臺電代理董事長曾文生表示 國際燃料價格會是重要變數 我們會把我們現在國際整個各國 電力電價成長的幅度會做一些報告 那也會把國際燃料價格 過去已經現實反映出來的一些數字 也跟委員會做說明 臺電今天召開股東會 公佈了財務情況 今年一月到四月 虧損就達469億 總體累計虧損達到853億 不過曾文生仍不談 臺電期望的電價漲幅 而除了電價之外 民眾也關心今年夏天會不會又停電 大潭在大修的機組今天有一步已經回來了 三分之一已經的量已經回來 現在正在私運轉 林口的機組應該六月底七月初會回來 在七月初以前 他們就全部會陸續歸隊 我們對於今年夏天在我們 有了去年的經驗 那今年突破比較精進的做調度的狀況下 臺電還是比較有信心的 曾文生說昨天用電業兼風 都還有6%的負載 就供電而言雖然景色 但仍然算穩定 新唐人亞太電視 高建倫 曾欣敏 臺灣 臺北報導 好 針對用電大戶 可能調高電價 甚至喘出的漲幅是上看8%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 今天在股東會後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表示一次調8%會很累 而且只調在大企業 也不是好辦法 你前面四年都沒有調整 這可能是不太對的 你要一次調8% 這個很累 可能是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溫和一點的速度吧 那麼這個是跑不掉的 調在大的企業 這也不是一個好辦法 這個是應該講是公平的一個必需品 徐旭東表示 有價持續在成長 而電費也會跟著漲 對百貨零售業來說 就是努力解電 成本高 當然就要想辦法努力 不過他說一次就大漲會吃不消 好 遠東集團旗下的圓百呢 今天舉行股東會 由董事長徐旭東親自主持 徐旭東表示 零售業非常精彩 變化也蠻大的 而他展望下半年景氣 保持樂觀 認為不會太差 零售業是個非常精彩的一個行業 它的變化也蠻大的 去年經歷三級警戒 撐集臺灣百貨業 圓百零售體系 仍交出亮臉成績 2021年總資產達一千三百零七億元 創十一年新高 合併營業額一千一百二十三億元 合併淨利十九頂一億元 每股盈餘零點八六元 每股發放現金鼓勵零點九元 不過展望下半年景氣 董事長徐旭東態度有所保留 下半年好不好 這個問題誰答得出 以我們角度講 我們總是帶一個樂觀的心態 我們不會太差 不會太差 但是不是我們的問題 是臨近的問題 臨近區域的問題 徐旭東表示 圓百在中國投資佔總營收40% 因此中國的經濟狀況 會影響營收表現 除了中國 在越南美國都有布局 第五代電圓百主北電 也在一月順利試營運 未來還有二到三家 擴電計劃 另外百貨一級戰區信義商圈 傳出成品信義 和NEO19因租約問題面臨關電 媒體關注 圓百是否可能進駐第二家 徐旭東不排除信義區再展電 媒體也持續聚焦 臺灣加勒服併購案進度 我沒有這個問題 我只是在表現 我是可能最美麗的 圖旭東指出 聽說統一集團有簽的 優先購買權 是多年前簽 可能是形式上 但真正細節沒談到 對於優先成購權的定義 與進度 仍然帶一把方回應 新桃園亞太電視王冠林李晶晶 臺灣台北報導 日本官方二十四號數據顯示 五月核心消費物價指數同比 再次上漲百分之二點一 這是連續第二個月 出現七年來 從未見過的上漲水準 陸媒二十三號報導 騰訊下半年繼續裁員 波及騰訊視頻號 遊戲等 部分業務部門裁員比例 甚至高達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 少數業務面臨整體裁撤 根據騰訊二零二二第一季財報 經調整淨率率年間百分之二十三 連續三個季度下滑 仁保二十四號股東會 董事長許申雄認為 新冠疫情 俄武戰爭及全球通膨 對於二零二二年 仁保而言都是挑戰 仁保今年有兩個比較大的案子 跟未來發展有關 包括北投士林科技園區BOT 以及醫療體系的新北市BOT案 發展未來智慧醫療領域 台達電二十三號公告 將斥資三點二億元 設立定基半導體籌備處 發展線端電源與第三代半導體領域 定基半導體定位為IC設計公司 這也是近年來台達電首次 投入第三代半導體晶片研發 新唐人亞太電視 專理報導 好 帶你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群創今天股東會選出四席董事 五席的獨立董事 而董事會決議通過 洪敬陽是訓任董事長 代工大廠仁保董事長許勝雄 在今天的股東會上表示 仁保今年啟動兩大BOT案 海外布局規劃越南擴廠 另外鋼鐵廠中鴻 六月和七月的出貨量 以及價格是同步下降 但對於第四季傳統旺季 仍然是有所期待 至於洪海集團轉投資日商夏浦 首次在臺灣參與二零二二年ESG高峰會 展出品項以及應用服務 展現生根ESG的用心 好 但你看到國際區塊鏈產業博覽會 首度在臺南舉行 而兩天的行程探討數位新臺幣 以及臺灣區塊鏈產業的發展方向 也是南臺灣首次深入研究 區塊鏈應用的國際及盛會 中華民國副總統賴清德 親自到場鼓勵 包括成功大學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 長榮大學參加盛會 賴清德表示國際及廠商 接連加碼投資臺南 未來要讓臺南成為世界的臺南 也期許年輕時代投入新創市場 御用科技打造第二次經濟企擊 好 繼續看到鴻海董事長 劉陽偉印度訪問之行 在獲得印度總理莫迪親自接見之後 印度媒體報導 印度南部泰倫加納省工業廳廳廳長納馬爾 二子三號拜會劉陽偉 邀請鴻海前往設廠 那馬爾表示呢 對於鴻海準備布局電動車領域 感到興奮 承諾會提供最大的支持 而對此 劉陽偉表示 印度是具備吸引力的生產據點 鴻海將會探索泰倫加納省提供的機會 下期新聞重點 重申無條件抗通膨 鴻海表示經濟衰退並非不可避免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換回來 帶你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首先彭博社報導 法國新營銀行警告 如果依據一百五十年歷史推測 標普五百指數 再跌百分之二十四的可能性大 金融時報報導 美國銀行呢 通過最新一輪的聯準會壓力測試 華監日報 包括遭到美國國會質詢 如果經濟衰退會如何應對 日本產經新聞 俄羅斯財政部呢 二十三號宣布 以俄羅斯法定貨幣 乳部支付的以美元計價 政府債券 總額是二點三五億美元 支付期限六月二十三號 好 來關心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 連續兩天出席美國國會聽證 儘管他坦承 大幅升息可能會推高失業率 而二十三號呢 鮑爾仍然表示 美國必須恢復物價穩定 繼參議院聽證會之後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 二十三號出席 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聽證 鮑爾重申 無條件遏制通膨的承諾 不過華爾街日報報導 商業調查顯示 由於能源和食品價格飆升 削弱消費者對其他商品和服務的需求 美國和歐洲經濟在六月大幅放緩 增加了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 路透社也報導 華旗集團分析師預測 由於各國央行急於升息抑制通膨 全球經濟陷入衰退的可能性 接近百分之五十 鮑爾表示 他並不認為經濟衰退不可避免 同一天 聯準會理事鮑曼表示 根據目前的通膨數據 他支持在七月升息三馬 並在接下來的幾次會議 升息至少兩馬 新唐人亞太電視領域堂 莊麒麟綜合報導 好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坦言 利率過高可能會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 而現在特斯拉創辦人馬斯科 還有經濟學家盧比尼 以及不少投資機構都紛紛提出警告 我們請教資深分析師邱敏寬 您是怎麼看美國硬著陸的風險升高 在通膨高漲之下 美國經濟是不是可能真的陷入衰退 請教您看法 美國目前通膨的一個狀況 跟庫存的一個狀況 先跟各位說衰退不是百分比的問題 衰退是程度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到底會衰退到什麼程度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衰退有三種 哪三種呢 一種是大型衰退 包括了像1930年 1970年的石油危機 2008年等等的 一個是正常的衰退 因為景氣循環過程當中一定會有過度的 overbooking 過度的叫貨 會導致於市場的終端 會有出現所謂的一個高顧存 而目前如果根據三星的一個狀況 跟全世界低潤的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這一波應該是所謂的正常的景氣衰退 第三種叫做事件型推動 例如說像2020年的新冠肺炎 但今年也有事件推動 今年的事件推動有兩個變數 第一個變數是在俄乌戰爭 第二個變數是在上海封城 所以就目前來說的話 衰退我個人認為是一定會衰退 重點是衰退到哪邊 好我們這時候回頭去看 美國的聯準會目前有什麼武器呢 它目前的武器只有一招叫做升息 那目前升息來說的話 現在目前市場的預期是 今年美國還有8碼要升 那各位8碼是個天文數字啊 代表還有兩個百分點哦 所以現在對於市場來說的話 問題已經不再升息了 問題是在於深深不息之後所引發出的連帶問題 例如說貸款戶現在要怎麼面對於他們 未來貸款要付出多少錢 第二個目前全世界的壽險 所持有的一個公債 會隨著這一波的整個利率往上之後 價格會受損 而全球如果在這個整個 所謂的信用評比條件當中 這些壽險公司會承受多大的一個損失哦 所以我們做一個總結 美國現在已經沒有招了為什麼呢 美國現在只能夠去壓物價 可是壓物價的副作用就是你要付出 經濟衰退的一個代價 那經濟衰退到底會衰退在哪邊 所以未來的一季到兩季 特別是今年的第三季哦 因為今年的第二季是最痛苦的一個時間點 那再來的話 美國要做整個所謂的快速的一個升息 他如果說七月跟八月持續性 再去做升息的一個動作 股市也會比較難熬 所以就現在來說的話 短線拉高現金 然後面對未來再看下去是最重要的 但現在來說的話 對於未來的一個狀況 我個人的一個認定是衰退是一定的 重點是百分比到哪邊 因為那個升息一般被視為是貨幣正常化的腳步 那現在為了要壓抑通膨 不過有人說 光用金融工具看起來效果是蠻有限 那陰影通膨有沒有更好的辦法 目前陰影通膨 第一個價格有所謂的一個僵固性 除非你用一個特別的 現在美國能夠用的只剩兩招 一招叫做升息 另外一招叫做降稅 那現在拜登他已經退到就是說 要求把原油稅下降三個月 但其實以原油稅下降來說的話 對於美國來說 我個人認為是飛水車薪 我舉例 目前美國各州平均來說的話 他們的原油稅石油稅大概在3%左右 但這一波的通膨數字太誇張 目前在美國區是8% 在英國區是9% 甚至於在南美洲阿根廷等等的 有超過50%以上的 所以就現在來說的話 能夠動用的武器不太多 但是通膨的速度又太快 所以現在是走一步看一步 而對於美國政府來說 現在最難熬的是 今年的期中選舉 如果沒有辦法把通膨有效的壓下去 民怨高漲 會讓他們的選舉非常困難 好 我們謝謝邱分析師 為我們帶來的分析 接著來看到 中國銀行系統 疑似出現危機 繼先前河南四間村鎮銀行 無預警的凍結存戶的存款之後 由獨家銀行接連爆雷 中國四大銀行之一的農業銀行 也傳出存戶最高每日提款的額度 被限制在一千元人民幣以內 而北京也傳出銀行普遍是規定 每天的提款上限是五千元人民幣 一連串的消息 這也導致中國各地是出現了擠兌人潮 甚至在深圳 由中國財政部直接管控的四大銀行之一 中國銀行也出現了大量的擠兌人潮 這也顯示存戶對銀行的流動性 是逐漸失去信心 階級學家李恆青指出 中國銀行在深圳資金鏈出現了問題 加上中國現在金融壞賬非常嚴重 在中國大陸之內 還有千家的地方銀行 直接成為當地政府的錢袋子 讓民眾在財產安全的恐慌之中 也沒有其他出路 下期新聞重點 Nike宣布全面退出俄羅斯市場 結束十年的耕耘 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為了抵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大型跨國企業 是紛紛出走 繼麥當勞 星巴克 Netflix IKEA以及可口可樂等企業之後 美國運動品牌龍頭 Nike也在二十三號宣布 全面退出俄羅斯市場 Nike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表示 在暫停俄羅斯業務約三個月之後 將全面退出俄羅斯 而現前Nike的競爭對手埃迪達 三月就已經表示 將關閉俄羅斯門市 並且暫停線上銷售 而埃迪達二十三號表示 目前沒有計劃要恢復在俄羅斯的業務 最後帶您看到下週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首先六月二十七號 臺灣電價審議會召開 二十八號HTC發表Metaverse新手期 二十九號美國公布GDP紀律中值 以及三十號美國公布核心 PCE物價指數年率 以上是六月二十四號的 新唐人財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沈偉彤 再會 新唐人財經報